浦东代表团坐拥自贸区管委会多家金融机构的高管代表 因此审议中的信息量特别大 那么今天呢在长枪短炮的围攻中 自贸区管委会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按照先议后难的思路 自贸区金融改革中的外汇管理改革很快就会退出 外汇管理改革 它也会在跨公司的资金池的建立上 跨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上 跨公司的国际贸易计算方面 可能会先行退出 而不是一二三捆绑一起走 原来的我们的国际贸易计算 我们局限在比如说几十家企业试点 今后它可能就是常态化运作 反正有需要的都能够进入到 这个国际贸易计算的这个运作体系当中